不知是基于票房还是观众口味的考虑, 笔者近年在Netflix上看到的台湾电影或电视剧, 多以连环杀手或民间灵异传说为题材。 在过去三、四年,先后看过数部连环杀手作品, 例如《谁是被害者?》、《鸡魂》、《模仿犯》, 以及这一部《茶无此心》,虽并非全属精品, 但在一众台湾知名演员压阵下, 再加上电影中泛出那股独有的台湾风情, 倒成了合理活经历片以外的不错选择。 连环杀手片自1991年的合理活经像奖得奖电影《沉默的羔羊》 《The Silence of the Lambs》开始发扬光大, 近三十年以来进成了异军突起的另类侦探片类型, 他们着重研究行凶者的犯罪动机, 分析为何其目标多为一群互相不认识的无辜者。 当中便涉及不少犯罪学及社会风气等问题, 让编剧可以借此天马行空地, 将不同背景、性别、年龄的人塑造成冷血杀手, 大大扩扩了故事的范围及层面。 而这套台湾经历侦探片《茶无此心》, 其故事结构也跟《沉默的羔羊》有六、七成的相似。 话说女主角张军宁是警局中的侦查队副队长, 一天当地发觉有年轻的女非法医工相继被杀害, 受害者死状中有其共同之处, 她虽连同非法医工仲介阮晶天, 与集菜鸟刑警向杰如, 一同追击真凶, 希望能阻止下一宗案件之发生。 这类电影的凶手设定有两种, 第一种就是戏中曾出现过的不起眼角色, 导演将着力点放在故步一阵方面, 掩饰此君的真正身份, 而行凶动机合理与否反在其次。 第二种设定则为凶手是个神秘人, 例如《沉默的羔羊》以及《七宗罪》SE7N, 便是当中之表表者, 这种作品情节相对复杂, 导演着力点反而是合理化凶手的犯案动机, 以各种心理分析及犯罪学理论, 去建构出行凶者之刑事模式, 神探主角借此做出归类去收窄范围, 直至成功找到真凶为止。 本篇便属于上述的第一种表达手法, 所以笔者便能简单地及排出法, 于骗子的中段成功猜到凶手是谁, 剩下来的部分, 仅是看看导演及编剧用什么把戏, 如何进一步合理化其行凶动机而已。 但当谜底揭开之时, 笔者却觉得凶手的身份设计无疑牵强, 其职业因没可能有足够的知识及记忆, 将死者的尸体做如此复杂透彻的解剖吧。 就连专业的外科医生也未必能办到。 当然电影琢磨更多的, 却是女主角张君宁的角色设计, 以这位气质美女式演戏中的女感叹角色, 除了是市场考虑之外, 不知是否编剧刻意为之的呢? 只见身材鲜瘦的她, 数次制服不了一面而至的壮汉, 更惨被对方又拖又拉, 而且这位女神探, 尽管经验丰富, 能在忙无头绪的资料中找到线索, 但却缺乏随机应变之机制, 屡次做出仓促且冲动的决定, 不但给一犯轻易逃脱, 更差点累死了身边的人, 笔者便极担心她由于判断错误, 连累那位娇小可爱的菜鸟被凶途弄死呢。 其实这宗案件看似扑朔迷离, 但女主角只需将几个死者的无线电话之通话记录, 拿来互相对照一番, 便已能顺藤摸瓜地找到凶手了, 汗须眉头眉脑的只身闯险的, 差点连自己的性命也赔上呢, 那凶手便曾拿此来耻笑她一番。 而丈夫在车里自杀, 得与她极大的精神打击, 但电影却并没有交代这个男人之亲生原因, 笔者跟着在网上翻查资料, 方德西这位先生是女主角的同仁, 及其警队队友, 但却非正队长, 而女主角则是副队长, 笔者虽忍不住天马行空地胡思乱想, 是否由于女主角表现良好, 直级高于丈夫, 后者感到羞耻而自杀, 所以女神探才会如此悔旧呢? 最后, 本片也带出了另一个台湾的社会问题, 就是为何当地会有那么多来自泰国, 印尼的家用做非法黑工的呢? 引致他们成了戏中凶手的杀害目标, 即使他们人间蒸发, 当地也未必有人会过问其生死。 答案可能是由于此处采取保护主义, 为了保障当地人就业权益, 聘请家用之门砍便被定得甚高, 激进于没可能, 故此那些拥有老人小孩的家庭, 当希望找人照顾家中老少之时, 便唯有聘请这些黑工代劳了。 最后,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本频道, 请在YouTube上订阅, 点赞, 给予正评。 谢谢。